字幕志愿者 李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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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進卻人性決擇的人生交叉點 現在開始 有請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葉玉卿小姐 歡迎…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晚的人生交叉點 每次星期五不是打風, 下雨 今晚好了, 今晚風頭過了 總算是風平浪靜 大家一起在這裡作出人性的決戰 在這裡首先介紹兩位拍檔出場 就是Tick小姐陳彥韓 和卡丘小姐何美好, 謝謝兩位 你們好, 大家好嗎? 麻煩兩位出去準備一下 好 謝謝… 根據我們最新的家庭觀眾 初步意向調查的結果顯示 有30%的家庭觀眾認為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兒子 包兒拉或有外遇的話 他會告訴媳婦 而有70%是不會告訴媳婦 所以我想大部分家庭觀眾 可能都認為識事寧人 還是不要說, 隱藏這個秘密 不過其實包兒拉這個問題 困擾了很多人, 挺嚴重的 最近在北京舉行一個婦女論壇 我們香港的代表 也就這個議題而作出 拿出來討論 所以說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好, 在故事未開始之前 我們先介紹今晚的嘉賓 很多人, 振揚很頂承 就是我的老友, 朱惟珊小姐 好 快結婚了 還有永遠都這麼青春美麗的 迪珀拉小姐 當然是美女一名的周凱薇小姐 全女班 好, 還有就離播映的 新同居關係裡面的同事 她們也很有份量 吳鎮宇先生 肥了又漂亮的袁潔瑩小姐 還有郭俊安先生 歡迎… 好, 事不宜遲 馬上看看我們今晚的故事 《家有二奶》的第一部份故事 我們先去吃東西 我叫阿蓉 有一個事業有成的兒子 一個精乖伶俐的孫子 還有一個賢良熟德的媳婦 很多人說婆媳之間 通常會有很多問題, 很難相處 我真的不覺得 阿玲不單在家上夫教旨 在她和阿昌結婚初期 阿玲還要一個人擔起頭家 那時候阿昌正在讀碩士課程 阿玲就一個恩打兩份公公他讀書 直至阿昌畢業之後 終於找到一份理想的工 阿玲就生了光仔 然後就留在家裡專心照顧她 盡力做好一個媽媽的責任 阿玲 阿玲, 為甚麼這麼晚還沒睡 你明天還要照顧小朋友上學 你先去睡吧, 等我在這裡等阿昌就行了 那我先睡吧 婆婆, 你也別等太晚了 晚安 行了, 晚安 回來啦阿昌 回來啦, 一陣子走沒? 阿玲, 為甚麼喝這麼多酒啊 喝酒嘛 你有老婆子兒子女的了 就不要去街上去到這麼晚了 回來就還滿了 那你和阿玲有愛殺嗎 長毛, 失言是一句都沒有 妹妹就回來了 她就是說, 阿公的功課怎麼樣 今天乖不乖 可是, 除了這件事, 甚麼都沒話要說 你明白了, 媽 阿尊, 阿楠 阿楠, 阿楠 小朋友, 小朋友 我愛妳, 阿公 小朋友, 阿楠 我愛你, 阿楠 她的生意 她是很哲 왜� 說她是我 那我只愛你 那我會与他 那種做的 可是, 在我 他一直沒有懷疑過阿昌 媽媽, 奶奶, 坐吧 阿昌剛才打了給我 我說今晚不回來吃飯 今天是你的生日 沒辦法, 他每次做的事都這麼大 不過不要緊, 生日每年都有 最重要是他平時對我好就行了 媽媽…我剛才見到爸爸 傻瓜, 爸爸在公司 你怎麼見到他? 不是, 我真的見到爸爸 他身邊還有我伯母, 你看不到 你認錯人了 爸爸在公司工作 又怎麼會無緣無故在街上走呢 你不相信嗎? 不相信 這樣吧, 你問媽媽 媽媽坐在這裡這麼久 如果爸爸走過的話一定會見到 是不是, 媽媽 是不是, 媽媽 是不是, 媽媽 我現在看到你中心的資料顯示 去年有563宗婚愛情的求助個案 而有231宗還是本地包以拉 其實這個問題也很嚴重 好像我們劇中的主角阿榮 懷疑自己兒子和秘書 可能發生一些很曖昧的關係 究竟那些嘉賓會怎麼看呢? 立刻問問他們的意見 先問一下豬女 豬女, 你就快結婚了, 是吧 那你怎麼看呢? 怎麼看? 即是覺得如果我是阿榮會怎麼做? 對, 如果你是阿榮 你會不會告訴媳婦? 都不會說的 我想最好就是 寧願自己和兒子說 但不要說 因為你說了出來 其實對事情是沒什麼好處的 是的, 外姑呢? 我覺得做婆婆最重要 不要做攪屎棍 應該就是什麼都和兒子商量 而且你看到他剛才搭肩頭 是呀 不可以這麼快去搭肩頭 如果是, 全香港每晚都可以 即是六角大封數 她好像有些經驗之談 周海薇呢? 我也贊成阿娜的說法 不要證實了 這是事實才說 因為現在只是初步懷疑 還沒有什麼證據 拍照和坐同一輛車 是很普通的事 坐著肩膀, 抱著 那裡是她跌倒地扶她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 問了兒子證實了這件事 三位美麗的女士 意見都是一致的 問問我們這邊的嘉賓 吳振宇, 你會不會有不同的意見呢? 我想提示一下也要 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 怎樣提示呢? 什麼提示方法? 你不要說明 說明就不可以提示一下 或者開始留意一下 媳婦的行動 留意媳婦 為什麼不適合兒子呢? 提示一下她 因為生日那天她也不回來 自己的媳婦也會有些懷疑 儘量提示一下她 即是只是提示 就不會告訴媳婦 不把真相說出來 你沒有理由說我兒子有女兒 你確實看她 一定不可能這樣做的 一個婆婆 看看你提示和不提示 即是暗示會不會呢? 暗示會不會呢? 暗示一下 最近你是不是跟她有些不開心 袁基瑩呢? 我覺得為大局著想 因為現在很初步 還是應該先勸一下兒子 勸一下兒子 還有因為始終我覺得 因為暫時不知道 他有沒有進一步發展 希望勸到兒子先回頭 但她的孫子也看到 爸爸和伯母在一起 但因為她的老婆 對她太有信心 變成她兒子說她也不相信 做奶奶也應該不要再落井下石 郭靖安呢? 我懷疑 我懷疑是媽媽教孫子 暗示給那個… 好啊 你真的很有偵探頭腦 小孩子怎麼會見到… 但事實就是 小孩子很老跡 你看到她的表情嗎? 不是 看見到一定是 阿俊宇說她像 不是… 而且這件事不要發展到這麼嚴重 不要擴散到這麼大範圍 但有一件事不能不相信的 女人的直覺 尤其是一個有經驗的女人 去到五十多六十歲 以她這麼豐富的人生經驗 閱歷 去看別人 這件事一定會跟兒子有點疼 會不會? 不過也不能跟別人直覺 為何要先暗示給那個… 擔心 擔心好像良心不過不去 不直接問兒子 所以大家… 嘉賓都認為暫時不要說 都是暗示的方法 好了,我想知道現場觀眾 究竟你們怎樣抉擇呢? 如果大家認為阿蓉,即是奶奶 應該把真相說出來 告訴她的媳婦 就去踢那邊 相反就去交叉那邊 好了,麻煩各位 動腳步一、二、三 馬上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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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汪蜂走向交叉那邊 好,如果沒有位置坐 觀眾就要暫時委屈一下 坐在前面 暫時坐在地上 實在太多人了 太多人都跑到交叉那邊 因為這裡比較少人 所以我們的官鳥隊很快就數到人數 馬上看看哪些人數 認為阿蓉應該把真相告訴媳婦 是有28位的 麻煩你, 偷叉小姐 認為阿蓉應該把真相告訴媳婦 有122位的 以大比數的現場觀眾 都認為是不應該說的 我現在要問問現場觀眾 為何他們會認為說或不說 每一位發言的觀眾有1000元的首飾 而且如果拿到最適合意見獎 就有5000元的現金 我問問你, 你看你的樣子像婆婆 不是吧?看我這麼老 為甚麼你要選擇 我真的很想問 現在暫時還未曾看見她 看見她的樣子, 那你又說 不是, 現在她也… 你知不知道你坐在哪邊嗎 我知道, 我知道 TIC 那為甚麼你會說 我會說嗎 即是, 心活這麼好 也捨不得她, 是不是 又有… 你講的媳婦好 對, 媳婦好 你也是太誠實 做你的媳婦真是好 對, 好 多謝你, 問問 好 問問交叉這邊的觀眾 你們蹲在這裡怕地面骯髒 是嗎? 你呢?你會否說 我說不說 為甚麼 為甚麼不說 那又未清楚整件事 未清楚整件事 對 就是為了未清楚 想了解清楚一點 對 好, 再問幾位觀眾 有人想發言嗎? 你想嗎? 其實我也… 對不起 其實我也不贊成她說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事情真的不太嚴重 那就不太好 你怕越瞄越黑 越搞就越糟了 我問一位現場觀眾 究竟誰想說話 好了, 以男士的身分 你當然說不要說 當然不說 最重要是要看那個… 婚情流露 那個媳婦的脾氣 如果用甚麼一說出來 被人打得… 婆婆也不行 她也不會打的 但我怕傷她的心 如果像這個媳婦那麼好 當然說 如果真的不好的話 難道被她打嗎? 難道… 那為何你說不要說? 因為你是男人 不是… 很多事情都是識事寧人 識事寧人 這樣…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各位嘉賓的意見 以及現場觀眾的意見 稍後回來 我們會將家有兒的第二部份 和第三部份的故事 送給大家 稍後回來見 歡迎… 歡迎回來我們人生交叉的現場 其實有些人說結婚月內 問題就會出現 根據一間婦女中心的資料顯示 在563宗婚愛情的個案裡 有六成的婦女 她的年齡是介乎31至40 而有半成以上 她們都是結婚十年至19年 那些人說七年之養 何況是十多年的婚姻 究竟現在我們劇中的人物 阿蓉和她的媳婦 發展下去會怎麼樣呢? 會不會說呢? 我們馬上看看 《家有兒愛》的第二部份就知道了 畢竟不想破壞這個家庭 我終於沒有說到 只是提醒阿玲多一點陪她 阿玲, 兩夫妻對得來 有時候都會悶的 應該找機會增進感情 現在阿光仔這麼大 你不如跟阿昌游一下浮 阿玲, 散阿芯 她這麼忙就不行了 就算忙了, 她有應酬 你也可以陪她的 她不喜歡的 況且這種場合, 我不習慣 現在不太好 是不是?阿光仔 阿光仔, 阿光仔 阿光仔, 你不要騙阿媽了 阿光仔, 你在外面是否跟這位女生走得好 你想甚麼, 她是我秘書 這樣已經預約很平常 不過我看見你, 用手搭著她來逛街 是這樣的, 那天她給我買東西給她客人 你知道女生人家穿著高車鞋走上走下 很不方便的 扶著她是禮貌, 沒事的 你真的沒有騙我嗎? 沒有 總之阿玲對你這麼好 你千萬不要做些對不起阿玲的事 知道嗎? 知道 雖然阿昌不肯承認 我仍然有點不安樂 阿姐, 你今天做甚麼? 心神狂乏 打不夠八圈就說叫走 沒甚麼 那駕駛是你兒子的車 那駕駛是你兒子的嗎? 姐啊 姐啊 剛才說未肯定, 可能只是普通秘書 但現在不是, 還說一分鐘 一定是有些事情 應該好嗎?先問問嘉賓 今晚每位發言的嘉賓都有機會獲得 表現最喜歡的嘉賓獎 有二萬元的獎品 這次先問周凱銘, 你怎麼看? 說不說好嗎? 我覺得婆婆到這個時候就應該說 因為就算… 對, 因為就算她兒子已經很明顯 一定是有問題 如果她不說什麼媳婦知道 哪個媳婦也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應該告訴她 讓媳婦以後有些打算 你挺誠實 對, 如果她突然… 拉官員 對, 我就不說 要說就跟兒子和兒子的女兒說 對, 應該就是這樣 你們是不是禮真的? 你玩玩玩, 或者入宮還是怎樣 你會不會讓她入宮? 入宮不入宮當然不是婆婆說的 兒子當然是新女兒 當然是媳婦說的 是否讓她入宮 媳婦… 但我覺得未必逢場作慶 或者這個女孩也未必喜歡 她的兒子未必會跟一輩子 所以不要這麼快令她… 尤其是如果說媳婦自己懷疑就說 她來問婆婆 現在她還未問, 為何要無故說 應該跟那個女孩或當事人 兩個坐下三個人說 謝謝你的意見 朱女呢? 就是… 如果你是那個媳婦 你的婆婆知道她不告訴你 讓她發現你會怎樣? 我不會怪她的 因為我也不主張婆婆說 但很奇怪 遲遲都被婆婆撞證 是啊 對, 她的兒子也不好坐 醜事存在你 因為… 因為我覺得… 第一, 她的兒子始終覺得… 對老婆也有歉意 因為她不肯承認 她也不想家庭散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就像阿拉姑說 她跟那個女人未必會長久 好 你也認為不說 對, 這樣情形應該不要說 好 謝謝你們的意見 問一下, 今次郭俊安說吧 我覺得應該說吧 是, 為甚麼 對, 掩著良心 說吧 在她未發展新同居關係的時候 她的兒子… 你做宣傳的, 你認得嗎 不是, 她的兒子跟她的秘書 未發展最一步的時候 我應該說吧 想她怎麼說 我覺得令婦 我知道都沒有讓我看到 看到就不是 你們很一致, 甚麼都在一起 當然說吧 怎麼不說 她的媳婦跟她這麼好 又跟幫她的兒子那麼多 因為她是一個權利 一對夫婦應該有一個權利 老婆應該有這個權利 她知道界定這件事 這樣就是說 現在豬女和拉姑認為是不說的 其他人都認為說 好了, 我想看看現場觀眾 你們認為應該說還是不應該說 認為應該說的就去剔那邊 認為不應該就去交叉那邊 麻煩各位動一下雙腳 一、二、三, 開始 這次剔就多一些人了 兩邊都很平均 兩邊都很平均 好, 現在我們的官鳥隊還在數人數 因為這次兩邊的人數比較平均 所以所需的時間就要長一點 好, 已經有結果了 首先看看交叉那邊, 謝謝你 認為阿榮應該將真相說的媳婦聽的 有七十八位 好, 剔那邊, 謝謝 認為阿榮應該將真相說的媳婦聽的 有七十二位 是呀, 即是一半一半 一半的人認為應該說 一半的人認為不應該說 很具真意之類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 家有二奶的第三部份 我終於再一次隱瞞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 婆婆, 怎麼你今天好像很多事情想 沒有, 你是玉嬸的姊妹 老公在外面有個女人 是呀, 那…她怎麼樣 有甚麼事, 她是鬥子女的 唯有忍了她去炸, 不知道 給我罪, 我一定不能忍 我一定會跟那個男人離婚的 真的這麼決絕? 不過這樣, 男人的事是逢長作慶的 到後來就會回頭 是這麼說, 但一次不中, 百次不容 幸好阿昌不是這樣 他一向又老實對我又不好 又不不必, 所以我就選他 好, 你知道了嗎? 你現在馬上解僱了秘書 以後也不要見這隻狐狸精 不行的, 不能解僱她 她會自殺的 況且我真的對她有感情 你真的對這個女人這麼認真 那阿玲呢?阿玲怎麼樣? 我會替阿玲負責, 我最愛她 不過… 她兩個女人,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選擇 我不想失去阿玲, 更加不想失去我家 但我真的很喜歡Susan 她一早知道我是老婆 但她甚麼要求都沒有 她真的想每個星期有一天 她和我在一起, 她已經很開心 我… 媽媽 媽媽, 我知道是我不對 你幫我瞞著阿玲, 好不好? 她這麼相信我, 她不會發現 阿玲, 你也不想我離婚收場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阿玲是個好媳婦 如果她一直不知道這件事 家就可以維持下去 但她最信任的是我和阿昌 如果一直不告訴她 是不是對她很殘忍 也很不公平呢? 婆婆… 阿玲 阿昌華幫我聽 阿玲今天晚上陪你去看大戲 她還說會很晚回來 婆婆, 你是不是不舒服? 這支唇膏今早早在阿昌的西裝袋找到 你知道我一向都很相信阿昌 我從來都沒有懷疑他 我知道你很疼我 我亦很相信你 你可否告訴我 阿昌今晚究竟去了哪裡? 婆婆, 阿昌外面是否有第二個女人? 說好還是不說好呢? 現在婆婆面對媳婦 她似乎知道有些蛛絲馬跡 究竟說好嗎? 但在我們還沒抉擇之前 我們就要看看家庭觀眾的意見 因為你們的抉擇會影響我們的結局 我們的工作人員 已經利用電腦隨機的抽印電話號碼 打給家庭觀眾 如果你認為婆婆阿榮 應該把真相告訴媳婦 就說剪刀, 相反就說交叉 而每一次我們都會在上一集 投票的觀眾中抽出一位幸運兒 她可以得到價值五千元的獎品 我們現在立刻看看 上一次投票的觀眾 哪一位是幸運兒 我們用電腦抽出來的 這位幸運兒的電腦號碼就是255722 恭喜你 你可以得到五千元的名貴獎品 待會回來 我們就會由現場觀眾用熱烈的歡呼聲 選出表現最喜歡的嘉賓大將 另外還會揭曉家庭觀眾投票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件事 你們最想知道的結果 會一起播給你們聽 所以待會回來一定要留意 旁邊做甚麼都不要轉台 知道嗎 還有, 剛才看的時候 我發覺拉姑有很多意見 已經在這裡瘋瘋瘋瘋 說不要說, 不要說 我們在這邊已經很緊張 其實我很想說一句 今天在場, 剛才為何突然多了這麼多人 就是他們蹲得太累了 不然肯定在那邊 是嗎 男人說說我又不送 不是, 因為要顧及家居衛生 不信… 你看看 不是, 因為要顧及家居衛生 你看, 現在已經爭吵到這樣了 正恩回來, 廣告回來 馬上讓你們倆一起爭吵 待會回來見, 千萬不要走開 歡迎大家回來 人生交叉點的現場 剛才廣告時間已經爭吵得很激烈 現在馬上說話, 拉姑事不宜遲 不是, 我經常想問這兩位男士 你經常說要說要說, 為何要先說 不, 因為她是用婆婆的角度 如果用我和郭俊翰的角度 我們去捻花東西做, 當然希望人家不要說 但婆婆說出來也沒有壞 因為不代表會破壞家庭 為甚麼? 首先要注意家居衛生健康 因為你說出來給媳婦 媳婦就會預防 究竟老公會不會惹了東西回來 不是呀… 第二件事最重要的是, 婆婆說了之後 你可以教媳婦 你怎樣做就除了你 我告訴你, 你跟老公翻臉 好像忍住, 超愛她 但人家一早已經說了 媳婦的性格, 媳婦自己也說 她一定是跟老公離婚的 所以婆婆才難做不說 那你就勸勸媳婦看她怎樣做 勸媳婦應該叫她… 兒子只說沒有情趣, 不夠Romantic 我覺得應該勸媳婦這些就不應該再說 那也要媳婦有預防措施 不要影響家居衛生 惹了一架真的惹了 你經常說家居衛生 你經常說家居衛生 她如果有性病那怎麼辦 阿安仔, 你說吧 我覺得現在已經對媳婦很不公平 因為她自己也猜得七七八八 如果你現在也不告訴她的時候 到時候她知道… 她說爸爸沒有演奏而已 甚麼? 袁潔潔潔, 你跳了手為甚麼 很同意, 都要說的 都要說的 你說, 別說的 開美, 你說說不說 我也覺得應該說 為甚麼 應該說 因為是給她… 我覺得應該讓她選擇 你明白嗎 因為她有權利去知道 我覺得一天未到, 搞大肚子 或者外面的女人要求入供 你一定要拋棄 剛才她在看電影的時候 就說, 但到現在就不說 你說看她好得多久 她還說只要求一個星期一天 為甚麼要說 大家會開心 但如果她有的時候 可能會很傷害她 對… 太棒了 太棒了 嘉賓的意見, 精彩絕倫 現在輪到現場觀眾 你們發表意見的時候 你們要抉擇 如果認為應該說話去剔那邊 認為不應該去卡叉那邊 麻煩各位動腳 一、二、三, 開始 別怕, 無謂錯 蹲一會兒也不怕 當然說吧 說吧 好像不太遠動 現場觀眾 為甚麼呢 我真的想說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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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認為阿蓉經過心思熟慮之後 應該把真相說給媳婦聽的 是有八十一位的 這樣的話 現場的觀眾已經轉了態 比我們第一部分的時候 就認為應該說到這個時候 我還要問一下 各位現場觀眾的意見 有沒有人當了婆婆的? 我… 婆婆, 婆婆, 你好 揹上手袋肯定你是婆婆 不是, 明媛證取, 一定要告訴媳婦 大家商量, 有一個義備 八十年, 大家這麼長 真的要告訴媳婦 你自己做老人家不知道是不對的 婆婆, 我想問婆婆 如果說了家吵屋斃, 你要幫哪一邊? 是呀, 那你怎麼樣? 吵一邊, 我也是幫大人 幫頭一個新娘 幫兒子還是媳婦? 幫兒子, 幫兒媳婦 幫兒媳婦, 趕兒子出去? 不用趕兒出去, 始終她不肯 兩個人 她有整個子女, 她一定會 你們兩個婆婆, 慢慢騙吧 那就真的不說了 先說哪些觀眾 男士, 男士又發表意見吧 你是男人, 你當然不說 但如果你是… 婆婆, 你怎樣 我婆婆也不說了 當然不說 第一件事, 她婆婆對她… 應該不說 現在她男人做錯了事 應該會對老婆比較好 性病的認識 太少了 不請她家居衛生 她是誰說齊你 對, 她是女人 她本身是雲雲惡惡的人 她是秘書, 沒性病的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 你還是會欺騙女人的人 好, 問問 我為了家庭, 現在省了 不說… 不說住 對, 讓她自然知道沒得說 自然知道沒得說 對… 現場觀眾和嘉賓的意見都非常精彩 剛才, 尤其是六位嘉賓 今晚爭辭得很激烈 誰可以獲得表現最喜歡的嘉賓大獎 就要靠各位現場觀眾你們的投票 就用歡呼聲來投票 我們會有儀器測試你們的歡呼聲 當我叫哪位嘉賓的名字 你們最大聲的那位 就可以獲得我們這個名貴的獎品 這個表現最喜歡的嘉賓大獎 好, 如果大家認為 朱衛珊說的意見 她的表現是很喜歡的 那大家就唸吧 一、二、三 一、二、三… 不錯, 聲音, 看看有多少分 有五分那麼多 好, 厲害 大家認為拉菇, 迪瓜拉小姐 她說的話是最適合的 表現最喜歡的 那大家就唸吧 一、二、三 唸… 太棒了 謝謝… 厲害 有八分那麼多 無論是坐在踢那邊 攝影師那邊 大家都唸吧 謝謝 如果認為周海薇小姐說的話 還有她表現很喜歡的 那大家就唸吧 一、二、三 唸… 也是五分那麼多 好, 這邊由郭俊安開始 如果大家認為安仔郭俊安說的話 是正確的 那大家就唸吧 一、二、三 唸… 有些小朋友是你的粉絲 可能是唸, 一直唸 六分 圓結盈 如果大家認為她說的話是正確的 那大家就唸吧 一、二、三 唸… 好像差不多 有些小朋友是否都唸吧 很長期 又是六分, 這麼平均 好了, 吳鎮宇 大家認為她說的話 表現、LIKE 大家就唸吧 如果性病就唸吧 太好了… 首先, 今晚表現最喜歡的嘉賓大獎 就是拉姑迪巴拉小姐 謝謝… 恭喜… 你可以得到 由保麗電子有限公司 送出價值二萬元的健康系列產品 謝謝… 可以繼續保持健康 謝謝… 你已經很健康了 謝謝 不過我還是不說 好, 堅持到底 到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家庭觀眾投票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看看Pie chart 究竟家庭觀眾怎樣看 看看Pie chart 認為應該說還是不應該說呢 我們的結局就操縱在Pie chart 有66%的家庭觀眾認為是應該說的 而有34%是認為不應該說的 那很明顯 我們今晚《家有兒奶》的結局篇 就是應該告知師父真相的 我們立刻看看《家有兒奶》的結局篇 我不想押阿玲, 終於說了出來 阿玲很生氣, 還收拾東西回了外家 媽媽 爹地, 求求你快點照顧媽媽 求求你, 爹地 阿昌一直很沮喪 想不到玲瓶在身邊 才令他反省到他最愛的是誰 幹甚麼 這幅是你的介護書 那是甚麼意思 到明天開始, 你不用上班 以後我們也會不會建議 你瘋了 你瘋了 你瘋了十萬元, 收了你的訊息 你瘋了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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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 媽媽回來了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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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爹地, 你沒事吧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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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對了, 爹地在這裡認錯就對了 老婆,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以後不會這樣了 是呀, 媽媽 多給爹地一次一次機會 爹地會像兒子那麼乖 我死了 我 好, 我們一家團聚了 美滿結局秋場 不過我們要記住 各位男士, 不要納亂黏花野草 讓人知道就不要了, 是不是 好, 剛才阿拉姑拿到我們的獎品 我們的產品品 因為出不來, 我們再看看 究竟保麗電子 有人公司送出的二萬元健康系列 產品禮券, 就是這些 你可以換很多回去 謝謝 謝謝 好, 嘉賓獲得獎 究竟現場觀眾 誰可以獲得我們的最適合意見大獎 大姑, 你獲得獎, 你說吧 我們有這麼多商量過 既然這麼容易哄的媳婦 我們當然… 我也認為天下父母心 手掌肉, 手背肉 我們給個5號的奶奶 老人家 奶奶說要給個獎給奶奶 你獲得什麼獎呢? 奶奶, 馬上請兩位助手出來說 你有什麼獎品? 你除了可以獲得一千元首飾之外 還可以獲得現金獎五千元 恭喜… 還有, 所有發表意見的觀眾 你們都獲得一千元首飾 是 其實每次我們準備了 金蘋果排首飾 總值一萬五千元 和現金獎五千元送給大家 還有, 每位現場觀眾 都可以獲得美國雅和美快活化系列 好, 皆大歡喜 每個都有獎名不樂空 下個星期的人生交叉點 我們會帶大家 在一個突然知道自己患了絕症的病人 究竟要面對一個什麼人性的抉擇 我們在這裡 首先很感謝醫館和藍朗醫院 提供一些真實的個案 給我們作為參考的資料 時間差不多了 在下星期五的人生交叉點 十時半準時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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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大家